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结婚啊 你都快结婚了 你为什么不把范范带回家让我看看呀 妈 这我和范范结婚是我们两个的事 这你见不见 这没那个必要吧 儿子呀 你这哪有我儿子结婚了 我俩人其实都没见到过的呀 有这样的道理吗 那行吧 妈 那既然你这样说 是我过两天 我把她在家里边 让你看见一下 这行了吧 这就对了 妈 丑媳妇早晚会这样公婆的 哪有你这样的 都快结婚了都不让妈看看 怎么回事 你是 那行了行了 妈 你别再说了 我先走了 过两天我再回来带着她 行啊 走吧 范范 快点走 这前面就到我家了 范范 我们真的要去吗 你看我妈 这非要见你一面 这不去不行啊 我们下次再去吧 你看 这来的时候 什么也没拿 这要是过去 会不会不合礼数什么的 范范 拿什么东西啊 这没有不合什么礼数的 这我妈也不会快去的 再说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拿什么东西啊 那行吧 那走 我们客人走 范范 我去 可能我妈有什么事吧 我叫来一声啊 嗯 好 妈 哎 来了 我儿子回来了 你干什么去了 哎呀 妈 这就是范范 范范呀 这姑娘长得还挺漂亮的 是吧 妈 你看你儿子挺有本事的吧 给你找个这么漂亮的儿媳妇 是啊 我儿子呀 就是有眼光 看找这条媳妇多水灵啊 哎 对了 范范 你这在哪上班呀 家是哪里的 我家是农村的 我是一个大学生 刚毕业 儿子呀 你 你说说你 你怎么给我找一个农村的回来呀 我刚夸完你眼光好呢 妈 农村的怎么了 再说 范范还是个大学生 挺懂事的 这我们俩交往这么长时间了 也挺有感情的 这大学生 大学生怎么了 这大学生呀 大街上到处都是 有什么稀罕的呀 想找大学生还不容易 你找一大娃 阿姨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吧 农村的怎么了 阿姨 要是问你家祖孙三代 肯定上面也有农村的 这农村的都是一点一点变成城里的 再说了 现在农村人又不差 虽然你说这大学生在大街上一抓一大把 但是我配你儿子绰绰有余 还有阿姨 照你这样说 是不是农村人就不配嫁给城里人 哟哟哟 那小嘴还挺会说 是吧 农村的永远跟城里人比不上 他就是农村就是农村的 城市就是城市的就比不上 咋的啦 妈 你怎么这个样 这是我和范范 我们两个的事情 你就不要反对了 再说 我们交往这边的时间了 都知根知底了 范范是个好女孩 你就放心吧 我不同意 你这个回去我不会同意的 妈 这不管怎么说 这我和范范今天是结婚啊 这是一定的 这其他的说什么都没用 这我非大不娶 这我和范范啊 这我们双方啊 都愿意 这我们是自由恋爱 这你就不要反对了 儿子呀 我帮你养大了 是吧 你翅膀硬了 是不是 你不听妈的话了 是不是 那既然呀 你非要娶她 那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也没有办法 那范范 你说吧 你们那要多少钱里啊 阿姨 我们那基本上都是一二十万 要不这样吧 赵饼 我们就给十五万就行 那行 范范 妈 你看现在这要菜里都是三十万几十万的 你看范范 这要十五万 这要的也不多 你看我手里边啊 已经准备有十万了 你再拿五万块钱就可以了 说得都轻巧 十五万还不多 那行 我给你拿五万去 等着 范范 你不要生气 这我妈就这样的脾气 没事的 没事啊 这妈 这里边有多少钱啊 五万呢 你不是要五万吗 特意给你准备的 那行 那妈 要没什么事 我和范范先走了 那走吧 阿姨 谢谢 走吧 范范 谢谢 走了妈 走吧 这真是呀 儿子大了呀 不有娘 这什么话都不听我的了 非我找一个农村媳妇 我真是看不上 赵饼 赵饼 怎么了 范范 赵饼 你看 咱们两个都结婚那么久了 也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回去看妈了 要不 今天我们回去看看妈 哎 这说的也是 你看 我们平时这工作这么忙 也 这帮时间也没回去看妈了 那行 这今天正好我们工作也不忙 我们就回去一趟 行 走 那走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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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妈 妈没在家吗 哎呀 这外边真冷啊 呀 呀 呀 妈 你去哪了 啊 还是得回来呀 臭小子 哎 妈 你看 这不是平时工作忙吗 哎 你看 今天要不是范范提醒我 哎 我也想不起来呢 都结婚那么长时间了 你们回来看一趟妈妈 妈 妈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赵兵忙吗 今天啊 他终于休息了 我就带他过来了 妈 你也别生气 妈 你就别生气了 你看 这不是儿子回来看你了吗 那行 不受你气了 那行 不受你气了 以后呀 没有事啊 就敬他回来 都回家几趟 妈 你看这过年了 是不是 有什么事你忘了 妈怎么能忘了呢 这个臭小子 哎 有 妈准备了 给 这是妈给你准备的改口费 收一下吧 别钱少 妈 你拿这十块钱 你侮辱谁呢 啊 是啊 妈 你怎么 就给十块钱啊 妈 刚结婚的时候 你对我那样 我就没有敢想太多 以为我们结婚之后 妈 你就会对我的态度 有所改观 我没有想到 妈 你就得拿十块钱来恶心我 还有啊 妈 我这次来呢 是准备想 赵兵给我那十五万彩礼钱 全部拿给你 妈 这个钱 里面是十五万 我本来这次来呢 是想把这十五万交给你 保管 没有想到 妈 在你眼里 我 竟然连个儿子分我都算不上 赵兵 咱俩结婚那么久以来 没想到 你妈还是这么看待我 我们离婚吧 这个日子啊 我看啊 也没办法过了 妈 你就守着你的钱 带给你儿子 上城里啊 再找一个门当户队的姑娘 过去吧 范范 你可不能这样 范范 你看看儿子 你看看你找这儿的媳妇 你给我找这儿的媳妇 妈 别再说了 这范范 这范范 到我们家第一天 你给过她好脸色嘛 你到现在还是这个样 你知道吗 这今天 我们 就是带这个钱 来给你的 这范范 看我们 才买的新房子 这正需要钱的时候 这钱啊 是我们给她的彩礼钱 她一分钱 不剩的 都给我们了 你现在这样对她 十块钱啊妈 你怎么这么看不起人啊 你怎么能这样做啊 范范这样的好姑娘 这以后 从哪里去找她 儿子 那妈错了 你赶紧去把范范给追回来 赶紧去啊 行 这个钱你拿着吧 我去找范范了 范范 这我又做错了 把那么好的一个儿媳妇 给赶跑了 你说我这干掉什么事啊 这还偏离农村城市的 哎呀 你会带走 可是我们的ack 别的呢 是